女孩只是想亲一下妈妈 可妈妈却让她滚 不仅如此 妈妈有时还会不给她犯事 可心里即使在委屈 女孩也不敢有半点怨言 因为她知道 自从弟弟出生后 妈妈对她的爱就全部给了弟弟 可没多久 妈妈就突然发现弟弟竟然消失不见了 妈妈还以为是女孩把弟弟藏了起来 生气地质问她弟弟在哪 可女孩却一脸懵 接着她便下意识地看向沙发 瞬间沙发下面就传来了弟弟的哭声 妈妈赶紧跑上前查看 果然在沙发下面发现了弟弟 奇怪 弟弟怎么会突然跑到沙发下面 女人叫来丈夫两人合力将沙发抬起 这才把弟弟救了出来 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女儿干的 但其实女儿什么都没做 直到晚上 妈妈在给弟弟洗澡时 怪异的是再次发生 就在妈妈转身去拿毛巾时 弟弟竟然又凭空消失了 妈妈立马意识到 肯定又是女儿在恶作剧 爸爸得知后生气地冲进女儿房间 让她不要再闹了 赶紧把弟弟交出来 可女孩却说自己一直在房间睡觉 并没有见到弟弟 这下夫妻俩彻底慌了 开始满屋子寻找弟弟 就在此时 女孩似乎想到了什么 刚才自己在睡觉时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梦见弟弟在冰面上玩耍 于是她赶紧向屋外的湖边走去 爸爸见状也急忙跟上 她问女儿是不是知道弟弟在哪 女孩指了指湖中央的方向 爸爸立马跑过去查看 果然在冰层下面发现了弟弟 可她早已经被冻死 爸爸哭得撕心裂肺 而妈妈得知儿子死后 受不了打击打算跳桥自杀 没想到只是摔断了一条腿 爸爸认为 这一切都是女儿造成的 于是他谎称打猎把女儿骗进树林 然后趁女儿不注意 准备用枪杀掉女儿